我们来看一下呢,它叫我们求这个3y平方点x3次方在x等于0到x等于15之间的这个曲线长度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这个一样就根据曲线长度的这个公式 我们必须先把这个y对x的微分求出来 那它这边呢,因为是隐含数的形式 所以我们就使用这个隐含数微分 这个档号两边呢,同时微分 那等号左边呢,你微分,3y平方微分呢,剩下6y dy 那等号的右边呢,微分以后呢,x3次微分变3x平方 然后再dx 所以呢,这个移向一下 这个dy over dx 它就等于呢,这个3x平方 除以这个6y 除以6y,那也就等于呢,这个2y分之呢,x的平方 2y分之x平方 好,那从这个0到15啊,这个曲线长度啊 这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先把这个曲线长度公式啊,写下来 由a积分到b哦,这个根号 1加上呢,这个dy over dx哦 的平方 开根号,叫它去做积分 那以这一题来说的话,就是0积分到15哦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根号1加上哦 这个平方 那,刚才这个式子哦 dy over dx哦 你给它平方 就是把这个式子给它平方哦 就通过平方 那它平方以后呢 会变成这个 4y平方分之x的四次方哦 x的四次方 那,这个式子哦 y平,因为里面有y 我们等一下要对x积分哦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y平方换掉哦 那这个y平方怎么换呢 你可以从这边来换哦 这个y平方呢 它就是3分之x的三次方哦 3分之x的三次方 那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y平方 好,换成 3分之x的三次方哦 3分之x是三次方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x4次x3次呢 就消掉了哦 所以它剩下一个x哦 那最底层这个3哦 你分子分母同乘3 好,所以我们就得到呢 约分以后它变成四分之三x哦 四分之三x 那这个呢 我们把它带进来哦 带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y对x 好,回分以后 平方以后呢 它就是四分之三 那x哦 好,再dx哦 好,再dx 那这个积分呢 就相对的比较容易了哦 好,因为开根号呢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 二分之一次方哦 那这个 1加四分之三x呢 把它看成是u哦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根号就是二分之一次方 那dx哦 那这个u哦 因为它是四分之三x哦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要给它调整系数啊 乘一个四分之三 前面除以三分之四哦 那它这里还有加1哦 那我们这边自己给它加一个1下去哦 好,那就把这个当成是u了哦 把这个当成是u 好,那我们现在不换变数哦 就这边是u,这边是u哦 好,这是u哦 好,所以u的二分之一次方底u哦 这个格式浮现出来 所以呢,这边就变成三分之四哦 乘以呢 这个u的二分之一次方积分 就变成二分之三次方哦 好,就变成二分之三次方 底下呢,除以二分之三哦 那这个定积分后面积分完毕呢 挂一个上下线哦 0到15 好,那么 接下来呢 这个三跟三乘起来是9哦 这个二人要跟四乘哦 所以它会变成九分之四哦 九分之八哦 好,把这个系数整理一下呢 它就变成九分之八 乘上括号 1加四分之三X的二分之三次方 好,那这是0到15哦 然后呢,我们就把上线代入哦 减掉下线 上线代下去呢 这个15哦,带下去哦 四分之四十五 再加1呢,就是四分之四十九哦 四分之四十九的二分之三次方 减掉呢,下线零代下去呢 就是1哦 1的二分之三次方还是1哦 好,所以这一题呢 我们再继续 处理下去呢 这就变成九分之八 乘余哦 这个,四分之九的二分之三次方哦 我们可以把它处理在这边 四分之四十九的二分之三次方 四分之四十九呢 就是二分之七的平方 好,这个 四分之四十九啊 就是这个二分之七的平方 然后呢 你再给它二分之三次方 好,这外面有一个二分之三次方 那二次方再二分之三次方啊 次方再次方次方相乘哦 所以它就变成了 二分之七的三次哦 好,二分之七的三次方 所以这边呢 它就是二分之七的三次方 再减掉1哦 再减掉1 那再继续运算呢 它就变成九分之八哦 乘余呢 二的三次方呢,是八哦 那七的三次方呢 七平方四十九哦 再给它乘余七呢 七九六十三 减六哦 七十二十八 三十四哦 三四三哦 三四三 然后再减掉1哦 再减1哦 好,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呢 通分一下哦 这边就变九分之八 乘余呢 八分之哦 三四三减八 就变成了 三三四哦 三三五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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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约分以下呢 这一题最后答案呢 就是九分之三百三十五哦 三百三十五哦 三百三十五 那同学这一题哦 就说我们在微分的时候哦 可能有一个技巧就是说呢 呃 因为它这边有平方哦 所以呢 你在微分的时候就直接哦 把这个等号左边对y 好,等号右边呢 等号左右两边同时微分哦 然后你把y跟x呢 看成是一种隐含数的格式哦 那微分以后呢 你再把它平方 那平方以后呢 它自然会产生y平方 那y平方又可以根据 这个原来这个式子 把它换掉哦 好,换掉以后呢 它就变得比较简洁哦 那这个基本呢 就带曲线共识哦 就可以把它记出来哦